阿拉伯联合酋长国,总面积83600平方公里,首都阿布扎比,中东的中心沙漠中的花朵。 关于这个国家,历来有各种形象的说法,应阿联酋总统哈利法邀请,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该国进行国事访问。 这个国土面积相当于重庆市的中东国家,毫无疑问地站在网红国家排行榜的前列,从卫星地图上俯瞰,不难发现它的绝大多数领土都被茫茫黄沙覆盖, 唯有先兴点点的绿洲点缀席间,传统与现代的水乳交融,不仅在体现在多元的社会文化,更真真切切地展现在每个旅行者的眼前。 境内除东北部有少量山地外,绝大部分是海波200米以上的荒漠,花地河源滩,2018年1月31日,在阿联酋最高峰JJ,世界最长高空滑锁对公众开放,其程度达到2.83公里,或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, 更接近地观察这个国家,你很快能发现,不是城市位于沙漠之畔,而是人民身处沙漠之中,独特的政治体制,经历了符合其国情的现代转型。 1971年12月2日,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告成立,由阿布扎比、迪拜、沙加、复查伊拉、乌姆戴乱和阿志曼六个酋长国组成联邦国家。 1972年2月10日,哈利拿脚加入联邦,总统哈利法本扎耶格·阿勒纳哈扬,生于1948年,谢首任总统谢赫扎耶格·本苏丹阿勒纳哈扬长子。 1969年2月1日,被立为阿布扎比酋长国王储,2004年11月2日,扎耶格总统病逝后,继任阿布扎比酋长,11月3日被联邦最高委员会推选为新一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。 除外交和国防相对统一外,各酋长国拥有相当的独立性和自主权,2006年12月16日,开始联邦国民议会的选举投票,这是阿联酋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选举产生联邦国民议会的部分议员。 石油是这个国家的命脉,截至2014年,以探明石油储量为133.4亿吨,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9.5%,居世界第六位,天然气储量为214.4万亿立方英尺,6月6日万亿立方米,居世界第五位。 然而,阿联酋又不只有池油,迪拜的哈利法塔和七星级酒店,为旅行者津津乐道,首都所在地阿布扎比在近年来也不甘落后,在毗邻一敌方城市阿布扎比站赛道的法拉利主题公园内,世界上最快的云霄飞车,最高时速可达240公里每小时。 中东富豪对于建筑的审美和想象力,让人嘖嘖称奇,为了解决土地短缺,迪拜人突发奇想,决定在大海中修建人工宗旅岛,而后在岛上建造豪华度假圣地和购物场所,即便不能成为最主要的游客目的地,阿联酋人也要努力让远方的客人留下来。 中东两大土豪航空公司,阿联酋航空和阿提卡德航空的崛起,让迪拜和阿布扎比成为重要的国际航线中转战,阿联酋航空更是成了世界上最大客机A380的最重要客户,为这款销量开流的大飞机生产线续命。 现代国家的军事实力早已不再单纯地与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挂钩,即便放在中东国家里,阿联酋也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,但阿联酋军队已被认为是海外地区实力最强的军事力量,尽管中东已成为战乱地区的代名词,但阿联酋在全球最安全国家排名中位列第二,仅次于芬兰,迪拜已成为全球前十大国际会议中心。 据统计,迪拜2016年举办了180场国际会议,较2015年增长24%,既包括由国际组织主办的会议,也包括由国内机构主办的国际性会议。 据世界航运工会World Shipping Council公布的统计数据,依照集中箱吞土量计算,阿联酋迪拜捷贝尔阿里港2017年吞土量达到1560万标箱,是唯一进入世界排名前十的中东地区港口。 扎耶德清真寺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,但一定算得上是最奢华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扎耶德清真寺是唯一一座允许女性从正门进入的清真寺。 如今,阿联酋正在把自己打造为未来之国,上图为当地时间2017年9月25日,迪拜王储马克图姆贪官一架概念飞机。 这款无人驾驶的两座概念机未来将用于空中低势服务上。 无论如何,到了这个中东沙漠小国,每个人都会质疑自己的想象力。 作者,王中的图片资料来源,视觉中国,中国青年报中心外线出品。